下雨了 好狼狽啊 那我們現在穿著雨衣 那我買這個輕便雨衣穿 平常在台北這天氣是絕對不會騎車的 對 然後大家騎一騎就覺得好餓喔 然後就停在路邊吃東西 等一下上去有那個什麼麵 什麼麵的我也要吃了 下雨了 結果還是下雨 它這個一路都很緩欸 其實是很好騎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路線很好 這條路線我覺得就是超級好騎的北宜路線 是嗎 它可能比北宜還要再緩 然後距離又更長 而且真的很緩 然後旁邊的樹又很香 如果沒有下來就完美 因為我們在騎北宜練TEMPO的時候 就大概就是這種弱度 但我覺得北宜可能又再抖一點點 可是北宜很多次車耶 對 但這裡的車就很少 不過就是會有一些大車 可是那些大車離我們也遠 它都會離我們很遠 對啊 當然久久來一次這樣 然後不會有那種飆車的 這沿路都沒有便利商店耶 對啊 因為到最上面才有啊 一點點商店都沒有 對 沿油客中心也沒有 好想要吃個泡麵 前面到三河路了啦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好 我們現在騎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到這個四河木展望台 高度呢 2020了 這邊就有個展望台 哇 其實可以想像的出來 如果說天氣好的話 一定是超級美的 超級美 超級舒服的路線 欸 這看起來有賣喝的喔 有一個咖啡杯的主案 YES 這是我們今天的景色 超級美的 超級美的 有沒有 在這裡每個休息的地方 都會有個掛腳踏車的架子 好了 我們現在騎到了四河木展望台這裡 可是現在展望台就是這樣子 沒有view 因為太多霧了 雲一直飛過來 還好已經沒有下雨了 然後現在是標榜2020 這裡就有販賣機 有廁所這樣 然後這裡有一小時 不可能他今天沒有開 好 我們現在從四河木展望台這邊 先繼續出發 然後大概剩下七公里 很舒服喔 妳很舒服喔 還是整個 蛾 妳好像很舒服的樣子 對啊 我覺得很舒服的氣啊 本趟旅程第一次看到富士山 現在這時候富士山山頭呢 就是這樣子 光凸凸的沒有雪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要看富士山的話呢 就是 挑有雪的時候來 上面呢就會有雪 會很漂亮 哇 我們天氣 算很好耶 到了上面這邊之後就放晴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隧道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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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九點半 從飯店出發 然後騎到富士山這裡 然後現在是幾點 現在是1點54 好香喔 多吸幾口富士山的空氣 然後我覺得它一路都很好騎 都緩緩的上坡 然後也不會很曬 也沒有什麼很陡的陡坡 它最大的陡坡也不會就8 然後大部分都是4545這樣子 人家說北京是最簡單的 騎富士山的路線 我覺得應該是吧 因為其他我們也其實也沒騎過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條很好騎 然後中間有一段我們是有遇到下雨 比較狼狽一點 但是過了中間那一段沒下雨的 我就覺得好舒服喔 這條路線我真的覺得非常推 我覺得有可能算是我 騎公路車以來騎過最棒最舒服的路線 對 雖然我一個多月沒有騎車了 我騎起來我還是覺得好舒服喔 這條路線想要慢慢緩緩的騎 也可以 想要努力的踩TEMPO或是踩Z3Z4 上來都可以 然後我們剛剛騎上來之後 也是有遇到幾個日本公路車的騎車的人 然後他們騎得很快 他們看起來是選手 因為他們穿那個車衣 看起來是選手的樣子 好這條路線呢 我覺得可以算是推薦給每一個 騎公路車的人都來騎 很棒 而且騎到上面之後呢 這一區呢是山徑裡面最熱門的一個觀光區 這邊呢就有很多像是賣吃的啊 紀念品啊都在這邊 這一區 如果不是騎車的人的話 也是可以搭BUS上來 它這裡就有一個站 好那我們去逛逛 走 好多賣的東西喔 你有沒有覺得 靠自己努力騎上來 就看到什麼東西都好想買 就覺得說哇 我這麼努力騎上來了 我好想買一個東西當紀念品喔 這什麼富士山的東西 富士山空氣啊 你其他一半沒力了就 賣燈山的用 欸 爬山用的耶 不要小看它 還有騎腳踏車啊 還有富士山的形狀 這小小塊滿可愛的 你要不要玩 欸這什麼木 這什麼石頭啊 富士山的石頭 喔就是富士山的石頭 富士山的石頭也可以買 也 好 我們可以買空氣 石頭跟水 對 而且還有這個嗎 好可愛喔 這就是我們的鑰匙 什麼都好想買喔 怎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搭車上來 可能不會這麼想買 對 對 它這個廣場就是有很多商店 然後那邊就是有神社 然後還有很多吃的 對 那我們先去吃大家二塊了 這裡就是拍照點 這裡啊 大家都在這裡拍照 你等一下也可以來這裡拍 抱歉 沒關係 irrit 歐 有一個活動了 我點這個是豬排加牛肉咖哩 好吃 雖然飯有點少 然後 henryahh 然後 mリ reprodu鎖 here pedanía 這裡還有富士山的造型 比較裡面 這裡的餐點還有富士山飯的形狀 然後把咖哩ły冰箱 可以就是變成富士山火山まず 好吧 小心喔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 的麵包店 這個在網路上很有名 所以我想說來... 五十三麵包 那我們要離開河口湖之前 我們現在來這間 House Day這間咖啡廳 它就是跟我們住的那間 連鎖的咖啡店 繼續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出發前往三中 它這邊的飲料 有咖啡、黑咖啡、拿鐵之類的 然後還有果汁 這邊是草莓蘇打的 其他人他們點的是 水蜜糖蘇打 還有這個抹茶 然後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們還有茶類 茶類呢 它還有是月潭紅茶 跟阿里山紅茶 對 所以其實來這邊呢 不管台灣人或日本人 都可以試試看台灣的茶 對 台灣的茶也是很有名喔 然後除了飲料之外 他們還有甜點 然後他們最推薦的 就是賣的最好的是巴斯克甜點 然後還有烏拉米 然後我們點的是巴斯克 巴斯克好好吃 我剛剛看它放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巴斯克很可以點 不會太濃也不會太淡 然後吃起來很紮實 口感很好吃 我們到山中古住宿的地方了 這間月潭床 這裡路上好暗喔 可是那個湖很漂亮 而且這裡好熱鬧 大家都跑出來了 所以有一些人在外面 很愛走去的 這裡很可愛耶 嗯 哇 很多位 這裡 沒有電梯 還沒爬樓梯 喔真的耶 沒有電梯 這裡是不要的到的嗎 對啊 我們今天是碰到第五次 然後 其他的都非常的貴 對這間算是我們找到相較便宜的 一個晚上 三千多塊錢 然後含晚餐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不錯耶 比照片上面的還要新的感覺 這個門好矮喔 這個門好矮喔 好美喔 哇 哇 兩個床 合在一起的 很不錯 很乾淨 而且他冷氣還開著等我們 有陽 看一下你們房間 哇你們房間也好大喔 哇塞超巨大的 每個晚上都可以來你們房間開派對 可以睡嗎 對 小叮噹不就睡這嗎 好啦吃飯囉 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我們的晚餐 有什麼 他這一鍋裡面呢 有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 南瓜 洋蔥 紅蘿蔔 然後兩塊 你看 這麼大塊的牛肉 而且很久 哇 他這個晚餐很豐盛耶 真的有魚有肉 我在訂這間房的時候 然後就看 有晚餐 跟沒晚餐的方案比起來的話 大概 差不多一千塊的那幣 所以 索性就直接加上去 對 而且這晚餐很豐盛耶 還有這麼厚度的肉 過睡覺 我覺得睡覺其實很抖 很抖一段 剩下2.8公里 那個地方比較抖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條路線蠻舒服的 嗯 我覺得真的是我騎過最舒服的山路了 如果讓我們坐好準備的話 用我自己的車的話 沒下車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定要帶我自己的車 然後 不要帶這麼多行李的動物 帶自己的車 心靈馬力至少多五 比什麼Dura S 一級車價還要多五 那個坐墊跟設定樓都不習慣 嗯 嚇大雨 嚇到讓我想放棄 然後想下雨 欸真的耶 就中間那一段下雨而已耶 我們下滑也是啊 碗汗騎不完 又濕又冷 可是到天上就會 碗汗就很熱 很接近它 真的剛剛我們都在 所以就是加碗 就不用死了 真有趣的 今天爬升1500 然後再加上重塑是在下滑 然後來到山中湖這邊200 所以是1700 我們明天去象根距離多少 41公里 喔 41公里爬升2500 我爬升800 爬升800 早上我們覺得沒有辦法來 然後下午騎到象根 好那我們剛才吃完晚餐 然後 在附近的超市走走 吃點宵夜 OK 現在準備要休息了 明天還要早起 那今天的路線真的是超棒的 超喜歡 對我也覺得 那這次應該是你第一次的buy packing 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沒有拿很多東西 嘿嘿嘿 你們拿比較多東西 我這 前面裝我這些東西還有中間 然後我後面那個借給朋友用這樣子 然後今天我們晚上騎到了山中湖 這一路上是有一點暗 可是它的路線還是蠻明確的 而且車子跟腳踏車的距離 他們都會故意讓我們腳踏車 就不會靠很近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不會到很危險這樣 而且光晚上騎就可以感覺出來 山中湖非常美齁 對 然後我們明天早上再去看看 好 晚安 我們現在走到山中湖這裡 距離我們飯店就是走路兩下這樣子而已 對 哇 然後這裡有很多人在這裡玩 還有跑步運動之類的 這個富士五湖看起來就是在日本 這邊就是很多人會來這邊outdoor的地方 然後就像這邊 它也都有規劃很好 腳踏車啊 跑步的路線這樣子 對 然後甚至是在外面的柏油路呢 也都是規劃的很好 我覺得 那邊應該就是富士山 被遮住的地方 好天氣的嗎 你看那邊還有人在kayakin 對啊 我上次在做功課的時候 就看哇 這邊一圈很多露營區 我們昨天起來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露營車停在邊邊 走我們去吃早餐 走 你看昨天在網美店買的 我們現在來吃 富士山 大概在這個位置吧 可愛吐司 是吐司不作吃耶 跟我爸差一點但是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只是昨天那個優格的 嗯 不行 拍照好看 好 我們準備好了 要出發到冷眼拔開一點 走 帶著我們的心 大家都知道嗎 很好的 很酷